我叫余建英,我是隶宿族的,我今年正在读大三 我的一专业是英语,我感谢神一路上对我的看顾和保守 我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 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 现在对于我正在读大学的我来说 读大学是真的像一场梦一样,很不容易 因为我记得当我在读初中的那一年 我爸爸把我交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向别人借的 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爸爸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交了以后 没有多余的钱让我去花 然而神一路上对我一直在看顾和保守 特别是到收到大学都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既欣喜又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是也有很多担忧 因为对于我这样贫困的小宿民族家庭来说 上大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连做梦都不敢去想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了 而且我妈妈又生病 经常要去医院里面看病 我们家里面的经济 作物都是靠种田来维持的 家庭经济也很不好 特别是 但是当时我很担心的时候 神有他的方式通过各个弟兄姊妹 后面我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之下 让我能够在大学里面能够安心地学习 有很多小宿民族像我这样想要渴望去学习的人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帮助他们 使他们能够像我这样能够在大学里面安心地学习 谢谢弟兄姊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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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